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小故事大启示 点亮你我迎向卓越的生活方式 欢迎来到绝妙启示录 我是张德仁 爸爸的脚印是孩子跟随的身影 爸爸的脚印是孩子跟随的身影 有一个人很喜欢喝酒 他在每天工作之前 都会到镇上的酒馆去喝上衣钟 有一天天空下着额毛大雪 这爸爸穿戴完毕之后 向自己的妻子告别 和平常一样 唱着小曲向酒馆走去 走着走着 他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跟他 结果回头一看 竟然是他自己年幼的孩子 这儿子 这儿子顺着父亲的脚印走过来 兴奋地喊叫说 爸爸 爸爸 你看 这雪多厚啊 我正在踩着你的脚印呢 儿子的这些话 让为父的心 为之一振 这位父亲心里想 如果我去酒馆 儿子顺着我的脚印走 也会找到酒馆 从此以后 这位父亲改掉了饮酒的习惯 再也没有去过酒馆了 我亲爱的朋友 故事中的爸爸 很伟大 他伟大之处 不是他闯出了一番 轰轰烈烈的事业 而是 他懂得知道 榜样的重要 榜样 是孩子将来的模样 而爸爸的脚印 是孩子跟随的身影 想一想 你回家之后的一举一动 想一想 你在外面的一言一行 榜样 是孩子将来的模样 其实 每一个人都是一位 有影响力的人 至少 你在家中 就是一位 有影响力的人 今天 就让你我想一想吧 我们每天 或是此刻的脚印 到底走向何方 我们下回见 我会想一会儿 我会想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